范冰冰偷逃税2.55亿元 除了补齐这部分税款 他还需缴纳超过6亿元的指纳经纪罚款 缴级这些款项后 他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 几年前另一桩逃税案被发了出来 前空几里小航因多次携带从韩国免税店购买的化妆品入境卫生报而过行 二审认定偷税逃税总额为8万元 看处有期徒刑3年 并出罢金4万元 单从数额论 逃税8万元要坐牢3年 逃2.5亿元 这可以交罚款的是 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 却勾者逐 却国者投 不是说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偷税越多 量刑越轻 是不是再多喝几个亿就完成没事了 范冰冰逃税事件所引发的 关于中国税收不公的讨论 是中国税制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启动了一系列针对富裕阶层的征税措施 质疑者担心 措施会打击中国创富动力 造成资本流失 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 在中国 贡献人口的比例仅为8.4% 却贡献了58.11%的个税 贡献税从法律的角度解释两个案件的争议并不困难 范冰冰所犯外逃税罪 有一项行政处罚前置程序 即如果初次逃税 税务机关进行行政处罚 是难金、罚款等 后,就不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不算犯罪 而空姐背叛三年徒刑的依据是走资罪 这一罪行没有前置程序 可以直接判刑 然而,税收不公的批评生并未因此消异 于论则舍于罢冰冰偷逃税罚之巨 更惊叹偷逃税罚的手段丰富 比如用粮合同、隐瞒真实收入 以及利用工作事业秘个人报酬等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李建军表示 这些是出税收公平的问题 范冰冰等富裕人群利用各种手段逃税 工薪阶层则大多被雇主带扣带遥 客观上造成没依法纳税 这所缴税则相对较多 这是不公平的 这一观点有数据支持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 去年税前平均月工资透出五险一斤后 再达现到38500元的人占工薪人口的比例几为8.4% 却贡献了58.11%的个税 是债比最高的 因此 个税也在中国被称来工薪税 换言之 工薪税的客观现实 不符合政府宣传的高收入者多纳税 中等收入者少纳税 低收入者不纳税原则 也成为舆论诟病的深层原因 个税改革在范冰冰再次出现 在公众事业的两天前 最新的个税起征点和税率实施 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 扩到3%,10%,23%等低税率的急剧 缩小25%税率的急剧 30%,35%,45%,3%到较高税率急剧不变 这些改变使心税法 进一步向重的收入者倾斜 对于富人而言 影响巨大的却是另一项改革 从分类计争改为综合计争 此前的分类计争时的企业 主要针对工资性收入进行代扣代缴 而炒房、炒股和其他未通过企业 而得来的个人收入都没办法加以监挂和征收 改为综合计争 则将以前的工资 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告酬所得、特序权使用费所得作为综合所得 按照统一的超额累计税率进行征税 中国正在酝酿的房产税 被认为将针对一些高端房地产 或拥有多套房子的个人更受关注的房产税 也在本月被难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且为第一类项目 既条件比较成熟 任期内 一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从此前讨论来看 中国如果开金房产税则已改国外房产税 普遍征收的特点 开始主要针对一些高端房地产 或拥有多套房子的个人 这也被认为是针对富人征税的主要举措 避税天堂不再对顶级富豪跨境避税的打击 几乎是全球性的 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今年九月 中国首次与其他部分国家交换 C海外金融账户共同申报准则信息 C意味着参与各国政府互助合作 相互通保对方公民在自己国家财产信息的标准 以共同打击纳税人利用跨国信息不透明 进行逃税入税及洗钱等行为 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很多公司 将公司注册在有避税天堂支撑的国家 比如英数维尔金群岛 开马群岛 百姆大等 这些国家对钱来注册登记 实力公司只收极少的年度管理备 对公司股东信息 股权比例 收益状况到极比高度保密 不征税或税负极低 无外汇管制 监管宽松 举例而言 一个中国富人如果在海外通过再避税天堂 注册的空壳公司进行投资 这家空壳公司的利润 只要不分配到个人账户上 在现行税法下 该人事则无需缴税 然而 在非推荐实施后 中国税务部门可以利用反币税条款 可以将这家空壳公司 取得的利润是同个人直接取得二 课税 中国税务部门将掌握个人境外收入 一旦被列为高风险的那税人 在面临巨额资金来源不明审查的同时 还得不缴大额的个人所得税 亚马逊集团 因为当地经收富人税 而停进一座再建办公了 并预计将7000个工作岗外 移住西亚图担忧 打击之急性影响经济发展 然而 加大对富人的增税力度 并非全是叫好生 去年 美国西亚图市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下年收入超过25万的居民个人 以及年收入超过50万合并报税的一婚伴侣 征收2.25%的个人所得税 该法案被称为富人税法案 该法案的通过在当地引起巨大争论 反对者认为 西亚图市所属的华盛顿州 是美国七个不丁收 个人所得税的地区之一 从而保持了该州的繁荣 以及经济上的竞争力 富人率将使该州持续了近100年的税收制度 前功尽弃 受该法案影响 总部在西亚图的亚马逊籍 团当院就停进一座在线办公了 并预计将7000个工作岗位移住西亚图 反对者常用的一个反例是法国 2013年底 宪法委员会通过议案 决定对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个人丁收税率 为75%的支付税 超高的税收时很多把国富豪将财产和国籍都转移到俄罗斯等国 在中国这种担忧同样存在 最近的一次来自于对企业转让股票的税率改变 以前 中国各地税务部门一直对合伙企业 转让股票收入分配给自然人合伙人按20%征税 8月30日 中国税务部门表示 未来将按照5%到35%的累进税率实施 应来人市场 税率突然大幅安盛 会影响投资者通过合伙企业的形势去投资 让目前正经历海东的中国创投行业雪上加霜 爱上欢迎订阅 不仅会计划 你忒不仅会计划 不仅会计划 他们由如正真虧 等重积翻译 麦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